盘点沉迷原神的日本知名作者 左伯老师是邻家天使的小说作者 就是那个惨遭啤酒动画化的作品 他可以说是原神资深玩家了 推特除了工作和生活之外 基本都是原神相关 每次版本更新都会疯狂刷屏 4.1版本更新之后 左伯老师立马晒出了 练多拉满的 《满命纳维莱特》 和《武器双黄》的记录 之前也晒过几次双黄 可以说是又克又欧 不仅如此 左伯老师还非常的干 经常泡在摄影物副本里面 刷出了很多极品摄影物 比如这个暴击14.4 暴伤21.8的生命花 35暴伤 9.9大攻击的追忆暴击头 16.3暴击 7.0暴伤的草伤杯 真的狠狠地羡慕了 而且他的角色练度也非常高 比如这个暴击97 暴伤266的夜兰 还有暴击90 暴伤250的灵人 网友表示 左伯把写小说的时间 全部花在了干摄影物上 也让很多粉丝没有想到 能写出这么甜的小说的人 居然会凹原神伤害 土比张仁 是来自深渊的漫画作者 因为该做的剧情 太过黑暗残忍 所以被粉丝亲切地称呼为变态 而且他还是个罗利控 这一点也体验在玩原神上面 之前土比张仁基肉采访 谈到游戏话题时 他说现在正在玩的游戏是原神 因为他非常喜欢旷野之息 玩过之后 感觉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但由于旷野之息 一直没有推出新作 于是开始寻找类似的游戏 接触到原神之后 编译发布和收拾 土比张仁表示 原神相比探索和冒险 更加注重角色塑造 以及各种元素组合 让战斗非常有趣 原本谈话到此还很正常 但接下来土比张仁 直接暴露本性 接着他自豪地掏出可力手办 开始传教 说这是他最推的角色 目前都是以他为主配对 角色CV是九夜美笑 同时也是来自深渊 发布塔的声忧 还说九夜美笑的声音 是人类的至宝 我只能说不会是你 甲公佑是游戏人生的小说作者 关注他的粉丝应该知道 他一直饱受病痛的折磨 需要不停地接受治疗 前段时间 甲公佑在生命休养期间 因为无聊接触到了原神 并于3月14日 发布了一条关于原神的推文 大致意思是 最近开始玩原神了 但里面除了派蒙之外 没有吸引我的角色 我应该继续吗 日本网友立马上图 放出纳西达和七七 看到两个如此可爱的萝莉 作者瞬间有了兴趣 激动地表示 我的秀绝对前者反应强烈 不愧是游戏人生的作者 果然喜欢白毛萝莉 第二天 甲公佑再次发推 说自己玩了一天下来 感觉看不到尽头 这就是一个有抽卡机制的塞尔达 一个需要投入无限金钱和时间的游戏 等我工作了 不知道能不能继续玩下去 这个时候 甲公佑对原神 还没有产生很大的热情 直到第三天 甲公佑抽到了他喜欢的角色 七七 这才给了他玩下去的动力 于是开启了爆肝模式 仅用11天时间 就从蒙德推到须弥 见到了他期待已久的纳西达 然而过完剧情之后 他疑惑地表示 我和伙伴一起把纳西达救了出来 也一起冒险了 但为什么我在角色列表里面 没有找到他 后来经过粉丝提醒才知道 最后甲公佑也是成功地将其抽漏出来 并画了鹤图 而在游玩原神期间 甲公佑收到了很多粉丝的催根 其中也有中国网友 对此甲公佑发推表示 自己收到过 以世界各地各种语言席下的 关于动画第二季之类的询问 以至于现在不用翻译 我都能看懂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 我比任何人都想知道 这样看来不是作者不想 而是没有动画公司愿意接手 耐序蘑菇是行乐世界的创始人 代表作有空之境界 FSN 乐机系列 早在原神开服不久 他就在采访中透露 自己在疫情期间玩原神 还十分熟练地说起了 温迪的纪念台词 起疯了 并用可力炸鱼时的台词 很好玩 所以值得 向大家推荐原神 在给魔法少女伊丽亚 15周年的注词中 耐去蘑菇还玩了原神的梗 他说伊丽亚的作者 是个难以琢磨的怪人 但在精神世界里 与她不断交流的过程中 让我逐渐对她有了新的认识 一直以来谢谢你 纳西拉 对于蘑菇玩原神 其实并不意外 毕竟是老游戏宅了 市面上热门的游戏 基本都会体验一下 还有网友建议 米哈尤巴蘑菇起来写剧本 那估计就是18家主线了 当然玩原神的 也不止蘑菇一人 大半个行乐都沦陷了 比如艾尔梅罗二世世间部的小说作者 三天成 魔法少女伊丽亚的漫画作者 广山红 新宿幻灵世界的漫画作者 琢琢木少年 而且不少行乐画室也玩 比如大家熟知的Paco 提纳尼的形象 就是他设计的 田金二郎 是旋风管家的漫画作者 他非常喜欢在作品里面玩梗 无论是已经完结了旋风管家 还是正在连载的 总之就是非常可爱 都能发现不少彩蛋 比如最近出圈的咒术回战 而在总之就是非常可爱 255画里面 据网友发现海哥和卡维的身影 可见作者对原神的喜爱 除了上述说的这些之外 还有调教咖啡厅的漫画作者 中山信 他经常在油管直播原神 非常喜欢散兵和甘雨 画了不少同仁图 还买了甘雨的手办 关于全辈很烦人的事的漫画作者 也是资深原神玩家 经常在日本各大原神主播的直播里 友情客串 还参加过日本民间举办的 七圣召唤大赛 画过JK胡桃和九七忍 还有水果篮子的漫画作者 高屋奈月 原神开服没多久就开始玩了 现在真的沉迷心穷铁道 那么以上就是我所知道的 沉迷原神的日本知名作者 如果还有我没提到的 可以在评论区补充 原神4.8剧情 又引发了一波争议 这次争议 主要集中在五个地方 一 认为主角塑造太过废物 掌握五元素利 结果再度走哪晕哪 大家从瀑布掉下来之后 其他人都保持清醒 只有主角晕得过去 被玩家调侃为提瓦特耐睡王 五元素利给头猪都成武林王了 但主角表现的却很废柴 二 主角晕倒之后 躺在尼露腿上 尼露来了一句 自己的腿好痒 为什么不把他放到旁边的草地上 一些玩家认为 尼露是在嫌弃主角 对比之前一见面就热情拥抱的尼露 前后反差太大 被批绿茶 还有玩家表示 之前拥抱主角是为了卖皮肤 现在卖完之后 就开始嫌弃了 三 主角来到童话世界 以为自己是勇者 结果发现勇者并非自己 而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角色散兵 最后还被告知你是一个见证者 引发部分玩家不满 认为主角没有受到主角该有的待遇 只是一个摄像头 四 尼露这次新出的皮肤 名为沙邦之息 一些玩家认为 这个名字是在暗示散兵之息 衣服上的装饰 也和散兵的装午相似 而且新地图中有三个NPC 他们的站位也很微妙 有人认为 坐在一起的红色小人和蓝色小人 代表尼露和散兵 而在一旁偷偷观看的黄色小人 则是代表主角 颜色都能对上 因此 尼露也被一些玩家称为散兵夫人 勇者夫人 五 刻意洗白散兵的方式 也让不少玩家没法接受 对于以上这些争议 也有玩家进行反驳 说是断章取义 大家过按剧情之后 可以自行判断 二 原神公布纳塔PV之后 因为肤色问题 遭到国外玩家抗议 纳塔是原神即将推出的全新地区 由各部落组成 根据网友考据 纳塔地区的原型 主要参考了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 因此 很多国外玩家表示 如果纳塔想要代表我们的人文 景观 音乐和服饰 那你必须尊重我们的肤色和种族 颜外之意就是 要求米哈游将纳塔角色改成黑皮 还有网友发起请愿活动 抵制游戏中的文化挪用和洗白行为 目前也有5万多人参加 甚至还有部分银沛身忧 支持角色涂黑 IGN也报道了此次事件 目前节奏还在不断扩大 之前原神上线虚迷角色迪西亚的时候 外网就出过类似的节奏 当时米哈游并没有理会 不过这次规模貌似更大 不知道米哈游会不会继续无视 7月17日 原神发布4.8版本更新说明 其中纳维莱特惨造重大削弱 官方修复了他在重击时 可以异常高速旋转 导致角色能攻击到的范围 出现异常的问题 引发很多玩家不满 甚至有玩家向12315举报 投诉米哈游欺诈消费者 众所周知 龙王是在去年9月上线 当时玩家发现 龙王在释放重击时 可以通过特殊方法使其高速旋转 打出全屏伤害 由于这种操作太过超模 不少玩家觉得这是bug 但是官方后续并未修复 也未对此进说明 仿佛是在告诉大家 这是角色机制并非bug 以此吸引玩家抽卡 然而过了7个版本 将近一年时间 龙王复刻完了之后 官方突然被刺 告诉玩家这是bug 我们已经修复 这下玩家不乐意了 表示为什么角色上线的时候不修 是为了骗钱吗 现在剩余价值炸的差不多了 为了推清角色 过河拆桥 这不就是诈骗吗 还有玩家表示 因为龙王不能赚了 所以龙王不能赚了 就在节奏愈演愈烈的时候 原神官方在当天晚上 光速华贵道歉 宣布将会回退修复 并且补偿十连